這畫面實在是太難克制了 嗯?阿寮你...該不會...有反應了吧? 哈哈哈哈 尷尬囉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來黑空眼睛的頻道 我是冰戀 我們今天要來繼續玩加油大貓的系列 上次我們要開始逛溫泉街 以及要準備去泡溫泉 那麼我們在這次會有什麼臉紅心跳的畫面嗎? 如果想看到這類型的遊戲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一下喜歡還有訂閱頻道喔 那麼我們就開始逛溫泉老街吧 第二天我們坐著公車去了深入山區的溫泉街 哇好多人有這個地方 合家鄉的老街鐵巷的嗎? 人多 欸?阿寮你以前沒有來過嗎? 不知道這裡是哪裡耶 我沒有看過這個場景 沒有啊我南部人耶 是烏來嗎?是烏來溫泉嗎? 烏來溫泉我真的沒去過 但這裡很有名耶 你來台北也半年多了 不是應該這種觀光景點 都要去一次看看嗎? 沒有那個錢啦 阿寮好可憐 那你要請客啊 你這樣很討厭耶 那沒辦法 只好由學長我來幫阿寮介紹咯 好啊 該怎麼介紹呢? 我想想啊 在我們上來的路上 你應該有注意到 我們一直在沿著溪流走吧 這條溪流 在這附近有很多天然溫泉 有些甚至是直接流到河裡的哦 換句話說 下面的溪水就是溫的呢 雖然我沒有實際摸過了 就去摸一下看看吧 因此啊 這邊出現了很多溫泉湯屋 不知道是先有溫泉街 而變成了觀光區 還是原本就有老街之後 跟溫泉區合併 總之如你所見的 這條街在攤販後面的房子 大部分都是溫泉湯屋 他們不是大眾水 都是湯屋一間一間湯屋 附帶一提 因為吸水是溫的 也有些人會直接在河邊 泡免費的溫泉呢 雖然在我看來 那個碗水差不多 不是很推薦啦 如果是溫泉水到河水裡面的話 那水應該也不會太溫暖 應該也都是 就是不會冰冰的這樣 我們今天要去的店在這邊 跟我來吧 就讓加速往前移動 我也連忙追的上去 自然另外兩隻大貓也跟的上來 好多熟悉的攤販 很多熟悉 確實 這裡有很多南部老街可以跟進的攤販 像是米芥啊 烤玉米 新人茶 麻糬等等 這幾乎每個老街都有賣的東西 這全台灣都一樣吧 就跟夜市一樣 全台灣什麼店 那塞子牛啊什麼的 這到處都有 不過也有一些其他地方看不到攤販 例如 你不知道在攤位前 拼著不走的山豬肉香腸 他想吃嗎 我們來看一下 吃的 哦 哦 好 差不多在玩 還有引起虎爺興趣的烤乳豬 更加把整隻乳豬放在店門口切片 那一整片的烤成焦黃的豬皮 被切成整齊的形方塊放進盒子裡 這到處就效果就可以稱為暴力 我之前啊 在 我小吧 剛搬家的時候 都 跟鄰居啊 我們一起啊 因為那是整排新的 所以就大家一起聚會啊 然後 那好像中秋節吧 所以就 買了一整隻乳豬 然後串在一起 然後靠 我自己覺得真的很震撼 然後旁邊還有那個 鄰居啊 買那種整桶的清冰花 哦 那真的吃起來很爽 不行啦 吃東西 要等到泡完溫泉後 吃飽飽定溫泉 會很難受的哦 就像吃飽洗澡一樣 雖然我也對這些小吃也很興趣 如果一想到雲寶和普遍 吃過的食物最後都要由我來解決 一下子就變得不餓了 就是說啊 我們先去泡溫泉啦 走走走 他們兩個好像不太願意耶 我半退半拉的 把虎爺河暈泡 往前抓著走 敬好這裡人很多 就算我做出 稍微奇怪的動作 大家也不會 這邊這邊 前頭帶路的學長 跑進了一家溫泉灘屋 故事灘屋門口進去 看了 卻像一間日式風情的旅館 然後走到櫃台拿出兩張票 交給櫃台媛媛 雖然媛媛看了看 之後就笑著 對學長說請跟我來 這樣是事前在網路上買好票嗎 都買的啊 我都沒注意到 我們被帶到房間 打開門進去就是一間河室 後面才是泡溫泉的地方 這中間竟然是開放式門口 直接開到泡溫泉的大理石浴池 好像我有些驚訝 感覺挺高級的嘛 那應該花了不少錢 奢侈 奢侈 我感覺好像被雲包罵了死了 不管我的事吧 進房間之後 服務人員告訴我們 浴袍和老鑑的位置 縮水可以自由取用 還有這邊的時間限制 最後就離開了 半天他說了很多 但我還是一頭霧水 搞不清楚這段話 好啦阿寮 已經開始算時間了 別發呆 趕快開始吧 來來來 這邊是給你放脫下來的衣服的地方 浴袍在這 泡完溫泉可以穿 如果你不喜歡赤腳的話 這邊還有拖鞋 雖然 我一般是不用啦 不過你泡溫泉 腳會濕濕的吧 穿拖鞋 有點不舒服吧 另外 因為泡溫泉會出汗 容易缺水 一般都會準備礦泉水給你喝 要是阿寮覺得口渴 就直接拿吧 不用客氣 要去弄個溫牛奶之類的 這這樣好像很熟悉湯呢 因為我很喜歡泡溫泉啊 因為喜歡 所以要推薦給阿寮喔 唉 這裡感覺很高價耶 看我對高級旅館不熟 不過看這裝潢的房間大小 怎麼不便宜吧 因為我剛好拿到折價券啦 有折價券就不會太貴了 也是因此才想招待阿寮來啊 沒有折價券我們應該就來不了了 這樣啊 這不愧這麼高級的房間 還讓我有些負責蛋 在這麼舒適的地方泡溫泉 還是雪張請客 真的可以嗎 好了啦阿寮 都跟你說沒關係了 而且兩張票 就可以讓四個人泡欸 很滑的來不是嗎 不對 不是四個人 是一個人 一個靈 一個神 一個 不人不神 四個人 說連虎爺和雲霸也身在內啦 不過他們根本不是人吧 對吧 也是 這可是很難得的機會啊 虎爺管人想收牌 嘿嘿 我就知道大叔會喜歡 好啦 不說廢話 阿寮 趕快脫衣服吧 這聽起來有點猥褻 欸欸 這是理所當然的吧 不脫衣服 要怎麼泡溫泉 而且 阿寮你有看到那邊的蓮蓬頭嗎 在泡溫泉之前 要先把身體洗乾淨 這是禮貌喔 嗯 這樣啊 可是 雖然這是理所當然的 但四到零頭總是有些害羞 那 學長先拖 嗯 好啊 沒問題喔 我先來 那好奇怪啊 我怎麼覺得開始有了 要開始變成十八鏡了 學長跑完溫泉一池旁邊放水 結果開啟拖洗的衣服 哇哇 學長動作超級迅速 讓我閃避不及 但我也不好意思 就這樣直接看了學長的裸體 我轉過頭去 一時不知該如何反應 阿寮你在幹嘛 不充身體的話 等等沒辦法泡溫泉吧 我知道 為什麼都是虎爺在說啊 你們都轉過身去 哈哈哈哈 小孩子臉皮真薄啊 我以前也不太敢 然後 我一次就去日本 然後 真的泡他們羅湯 還有那次真的沒什麼人 不然這也是 怕怕的 學長沒人看我之後 我才開始拖起衣服 最後傳來了鬆水的聲音 學長已經開始鬆身體了吧 我稍微加速 但當我把身上厚重的衣服拖完 脫水聲已經停 我小心翼翼的轉過頭去 卻沒看到學長 阿寮 在這裡啦 欸 衣服真的不見了欸 你們看小圖示 一看 才發現學長已經跑進浴池了 只露出一顆頭 水放得差不多囉 阿寮 快衝吧 學長 不要一直盯著我看啦 好啦好啦 阿寮真容易害羞 學長 轉頭面向另一側 我是這時回來才 拿起連木頭衝身體 我很快的把全身都衝過一遍 就連頭髮都簡單的洗的洗 接著我轉過身 盡量不要引起學長 注意點走進浴泉浴池 很燙 小心 雲霸好貼心喔 哇 雲霸警告我的時候 我已經碰到溫泉了 這下可真的燙到我了 害我差點跳得出來 哇 阿寮 小心點 要慢慢進溫泉啊 等身體習慣 這是剛剛那一下讓學長正看著我 和另外兩隻大蠻兒子 視線集中在我身上 哇賽 哇賽 好害羞喔 我實在不好意思真的給他們看 於是深深吸一口氣 直接坐進水裡 哇 阿寮 好厲害 我應該是憋著燙吧 我只能帶著身體要被燙熟的感覺 在溫泉中這樣真的會舒服嗎 明明覺得超燙啊 我說大樹跟克勞 你們也來泡吧 雖然沒有實體 但還是可以感受一下氣氛嗎 嗯哼 我看看啊 確實是很熱的水 哇 他就這樣感受得到自己 古爺把爪尖放進水中換了話 隨便毫無動靜 呵呵 好奇怪喔 明明試著把水 手放進水裡 他把上臂完全放進去了 但是看表情似乎有些不安 喔 真的好燙 喔 你太著急了啦 不過習慣後 就會很舒服了喔 是怕被你們看好嗎 哪裡著急了 為什麼我覺得這句話令有生意啊 思想不純潔 才會想到那方面去喔 啊 唯獨不想被學長這樣說 好吧 我也下去看看 欸 學長你的衣服 希望虎爺是神 衣服應該沒差 不過看到虎爺穿著衣服走進浴池的感覺 還是挺怪的 然後沒想到是等虎爺全身泡進溫泉裡 虎爺身上衣服就消失了 欸虎爺 虎爺你的衣服呢 嗯 當然是換掉了 穿著衣服泡溫泉不是很怪嗎 完全 他是法術衣服啊 瞬間就不見了 雖然是這麼說啊 但是你可以讓衣服不見了 這不是當然的嗎 神明的形象本來就不固定啊 所以你是選擇要這張臉 所以說平常的時候也 可以換衣服 只是那套衣服也是我形象的一部分 平常是不會隨便換掉的 神明可以換衣服第一次聽說呢 說著說著雲霸也進了溫泉 他緩慢地沿著池邊的階梯下來 拼 等到下半身都在溫泉裡走後 身上的衣服也變了 哇 啊 不得不說眼前的景象真的有點太仰眼了 這 死虎的衣服 的臉有點奇怪 雲霸本來身材就很好 腰部線條在水面上 反出倒影 看起來無比誘人 虎爺也是 他向後靠著池邊 胸口一下在溫泉裡 從這角度可以明顯看得到胸肌 更不用說學長 他在溫泉裡不安分地晃來晃去 是要出水波的同時 讓他水面下的聲音隱約可見 看到他的屁股了 這畫面實在是太難克制 嗯? 阿寮你 該不會 有反應了吧 呵呵呵 尷尬囉 你在說什麼啊學長 阿寮別害羞 我來驗證看看 喂 學長說著往我這邊靠過來 兩隻手在水中往前亂摸 我連忙往旁邊閃 但學長在我身後緊追不捨 學長不要鬧啦 哎呦 只是摸一下嘛 又不會 阿 小貓別鬧阿寮 呵呵 小貓被虎爺打了 虎爺在學長頭上敲了一下 學長按住頭 鋪著鼻子跑到浴池邊 欸所以他剛剛是用燒零線上 所以才能敲到人家的頭髮 雖然學長這樣是很可愛 但我絕對不會可憐他的 剛剛那一瞬間 我現在也差不多習慣這個水紋了 我在池邊依靠放鬆身體 身體的肌肉都因為熱水而鬆開來 熱氣讓鼻腔也感受到溫暖 像眼睛頭靠上浴池的邊緣 溫泉的水有些滑滑的 但不會讓人覺得不自然 反而覺得特別舒適 我們在溫泉裡放了一段時間 慢慢的我就感覺額頭有些汗珠流下 呼吸稍微有點急促 阿寮 不能泡太久喔 不然會頭暈的 應該會很不舒服 好 覺得難受的話 先上去散熱 喝點水會好很多 休息一下再泡比較好喔 好 稍後學長說了 跑出溫泉盡快穿起浴 啊 盡快 拿起旁邊的溫泉水喝了幾口 冰涼水讓我的體溫 下次降了下來 呼 確實真的很舒服呢 但不知道何時也離開了日池 穿起浴跑 因為身高的關係 浴跑稍微有些拖地 不過這點還是不要講好了 虎爺和雲豹仍然在溫泉裡 兩隻大貓都閉著眼睛 似乎很享受的樣子 他們應該不用起來了 真神奇 他們明明沒有肉體才對 為什麼能夠享受溫泉呢 不過現在問這種問題 實在有些煞風景 我跟學長在何時休息了一會兒 又回去泡溫泉 泡熱了再上來休息 的時間這麼長嗎 通常應該湯汙一口氣是兩個小時 泡了兩輪差不多吧 二到三輪 我們就這樣泡溫泉的聊天 一直到結束櫃台打電話來吹尾子 嗯 所以說溫泉很棒吧 對啊對啊 我也很喜歡泡溫泉 雖然用力伸的伸懶腰 確實不錯 是很舒服的享受啊 我爺看起來很喜歡 溫泉 暖壺 雲貓看起來也蠻喜歡的 看起來甚至大貓都很喜歡的樣子 我也覺得很舒服 這樣的話以後啦找機會來了 不過沒有喜歡吃吃鮮便 只怕我忽然不起這個家裡的吧 那也不去泡大粽子或便宜一點的吧 好啦 泡完溫泉後 一定要做的就是逛街了 大家應該都餓了吧 沒錯 還是要吃吃喝喝囉 不過呢 想要知道他們下一集在逛街 老街的時候會遇到什麼有趣的事情嗎 知道他們到底喜歡吃什麼食物嗎 那麼就請鎖定明天的家咬大貓系列囉 如果想要隨時收到我們的影片 還有直播的通知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囉 我是黑公眼鏡的冰臉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